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金城老师 水啦 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 持续放量 喷出大涨上来 一切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之中 所以为什么大兄 一再的要约大家 今年如果说你在年前 想要赚取大红包 连后想要赚取大财户 一定要懂得来找大师兄 这一点绝对不为过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从去年12月29号开始 当时12月29号 指数从15152点 一路的下沙拉回来 到13981点 我问各位市场上有谁 能够事先告诉大家 要提醒大家 我说万物之上 涨高涨不动股票 要懂得获利下车 但是随着一个指数下沙 来到的一个万事之下 难得朝底的一个好机会 我就告诉过大家 乃是寻求好股票 低阶上车的机会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你可以把时光倒过去 你可以把过去的带子 掉出来看 当时候我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看当时候指数来到 13981点 好多的一个专家都看坏 好多的专家装鬼来吓你 很多的专家告诉你说 哇台北股市还会在下沙 还会在下沙 13000 12000 11000 几乎比比皆是 但是大兄当时候 胆心结底要告诉大家 我说万事之下 是寻求好股票 低阶上车的机会 当时候我跟他推荐的一个 包括有金星科 你看金星科 今天在座量的涨停板 IC载板的一个新兴蓝店 哇 智远 爱普 包括的一个板卡厂的一个 的一个华琴 面板驱动IC的联勇 还有送给大家的雅翔 你看 这些的一个股票是如何 一档接着 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甚至上礼拜五 随着一个指数 震荡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走高上来 很多人告诉你说什么 告诉你说 台股啊 这叫做 这叫做 上礼拜五的时候 他说展厅节铁告诉大家 我说主要利工都已经 事先反应过后 台股最坏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 配合大陆的一个解封 带来的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需求 经济料有强劲的一个 互数的一个反弹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 我就告诉大家 展厅节就告诉大家 我说后市的一个台股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震荡换手整理过后 继续往上高 结果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台北股市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上来 真的是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 恭喜大小威力群组的一个好朋友 上礼拜五你看买的漂不漂亮 上礼拜五买进之后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台北股市 就是照我们的规划 一路的一个震荡大涨上来 我常说要成功就是要与众不同 大兄只坚持做对的事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看到了 你都见证到了 而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上来 maybe很多人还在半信半疑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的 其实你不必想太多 趋势在多方 顺势操作就是多 为什么 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今天早盘开高大涨上来 200多点的时候 早盘一度开高大涨来到 14601点 大涨228点 很多人想说 哇今天开高 哇股票要赶紧卖一趟 今天开高可能会压回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结果今天开高有没有压回 有啦开高上来 那一个这样 建两点高之后 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一路的一个这样 一路的震荡走高上来 中涨收盘指数大涨了多少 378点 这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的一个情势 整个的一个惯性都已经改变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 今天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 走高大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仅 富国神山 台积电 只稳大涨上来 联动相关的一个 晶圆代工二科的一个 联电 世界先进 还有矽晶圆龙头的一个环球晶 日月投控 也同步跟进大涨 包括这个IPC制裁的一个金星科 今天亮灯涨停板 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个IPG IC设计的一个概念股 文基取物 所以为什么大涨兄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暂停节点告诉大家 我说好戏连产 建戈乐物 然后你再可以看到 一些 库存 去话又有预期 营运今年渴望重返成长轨道的一个公司 这些的股票是如何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率先狂飙大涨上来 不论是从板卡厂的一个滑琴 再到的一个面板驱动 IC的一个联流 甚至被动原件的一个国具 然后再到今天这个PA公流 放大气的一个文帽 今天强势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带动的一个全新 还有电源供应器的一个系列KY 带动的一个帽 帽打 甚至包括这个普瑞 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个股票 基本上都已经利空不跌了 都已经跌不下去了 并且怎样 这个力士的强壇的一个大涨上来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后市 必有一波的一个精彩好戏可期 并且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不要忘记了 我之前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去年的一个台北股 台北股市 修正下来从18619点修正下来 最低来到12629点 收了一根长长的一个KK棒 从连线的一个K线图来看 你看过去每一次 不认79年89年97年 当台北股市连线出现的一个 修正的一个走势之后 修正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准备迎接一波 多头大行情的一个开始 过去是这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未来也将不例外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在的台北股市不够才刚刚开始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难道你还要再错过 还要再放弃吗 真的是不要了吗 所以后市行情的看法很简单 稍稳时日线月线 就是持续震荡 晚上看根本不必想太多 就如大兄所说的 台股最坏的一个状况 已经过去了 配合大陆的一个 捡峰行情的一个开跑 带来的一个普库存的一个需求 经济量有强劲缓弹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 将到此干涉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交给大乡就对 你可以看到我们先从 IPC之来的金星科来谈情 为什么今天那个金星科 今天的表现 能够这么的一个强势 当然金星科我原本预计 如果回到的一个季线 或季线之下 我会再买回来 但是很可惜 我是没有买 因为这次最低475 我的心中目标是 450或之下 但是很可惜差一点 但是不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金星科 今天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势力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受到的一个美国 管制大陆的一个 的一个自主的一个高阶晶片 那么大陆要自主研发的一个晶片 它需要透过谁 因为受到美国的管制 当然它要借由台厂的一个力量 那借由台厂的一个力量 今天最大的一个收费者 当然是Risk 5的一个金星科 目前的一个金星科 它已经有超过六家的一个国际的领导的一个厂商 来使用它的一个开花的一个车用的一个晶片 那么这个部分在今年要迈入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收割期 将可带动营运的一个爆发成长之外 然后Google的一个态度大总观 这是宣布要支援Risk 5的一个架构 如果以Google的一个专制系统 就是以安卓专制系统每年都高达数值一台 那么这个部分将可望带来的一个金星科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旁贷的一个收益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金星科 能够一码的一个档线量的涨停板 当然今天涨停板明天如果再开高 短线可能来到前高容易有震荡 不是叫大家去追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是可以来留意的 那为什么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它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犀利 原因就如同大兄跟他说的 它符合主公股并配三大要件 第一个主公股必然会理性趋势做上升 第二个主公股必然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主公股必然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所以今天的一个金星科 今天为什么能够一码当先强制亮在一个涨停板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有没有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 大兄之前都已经送给大家了 在元旦假期的一个前夕 我相信拿到了一个投资分有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亚洲巨人绝版三字头亚洲巨人 6139的一个亚翔 今天大涨在创新高 这档股票也是我们在12月5号 36块半代会员朋友所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这档的一个股票 能够持续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 大兄每天不厌其烦的 我都邀请大家 你赶紧跟上我们脚步一起共享盛举 你能在哪边 我不晓得你今天早一天跟上大兄的脚步 我真的恭喜大家 真的恭喜大家 我相信你只要你有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都可以帮我做检测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一档 尤其在去年前三季美股就赚了3块多 前年全年才赚了1块4.5 11月营收在创立年单月新高 一起12月份的一个营收还会再判新高 那么借单平传财报 包括的一个目前来到的一个年店 新加坡的一个借单 都已经达到的一个412亿元的一个订单 超过18个的一个股本 那么甚至目前在手上位完工的一个工程 合约高达1000多亿 那么这些整个的一个客户涵盖的一个国际大厂 苹果连电利息电台积电中心 还有核建 那社会两岸的一个半导体 继续扩成的一个带动之下 那么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公司 今年明年的一个营运 跟获利持续的爆发的一个大成长 那配合整个的一个量价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真的相当漂亮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一举持续的一个稳步的放大来到的一个期间多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 或许你看到的一个日线 哇涨好多了涨好多了 但是你从月线来看的话 你看 长达七年多的一个打底 有心人默默吃货 第一档吃了七年多的货 那我问你啊 他只是为了就涨这么样 这样的一个一成两成 就会结束吗 各位欠了一个投资票 你好好想想看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都会没有 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这是像晋星科 像亚翔这类的一个股票 但是一般的一个专家 往往都会带你去追逐哪些股票 哇追逐冬售 对啦 上礼拜很强啊 你跳进去 今天不通给停板 哇带你去追什么 今天类股的一个市店啊 哇上礼拜很强 结果今天不通 的一个让 这个众售下杀下来 哇带你去追逐的一个 货贵航运的一个长榮啊 结果今天的一个长榮 今天表现持续疲弱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这就是专业嘛 所以你今年啊 你想要在年前啊 赚取大红包 真的要赶紧来找大志兄 那除了亚翔 我送给大家的一个 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相信今天大早创新高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另外 大胸也一再强调 现阶段除了要懂得找啊 在整个产业前景啊 具有包括成长体材的一个 的一个好公司之外 那么另外包括的一个啊 要懂得找啊 库存领先啊 的一个落底 也就是我库存啊 去花又预期 然后今年运用 可望重返成长轨道的一个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这段一个时间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锁定的一个 的一个的一个划情 你看哦 划情我从11月23号 123代会员朋友锁定 然后甚至1月3号 新春开红盘 元旦啦 元旦开红盘 你看为什么我还敢买 今天的一个划情今天来到多少 今天来到158.5 你没有听错 光从123到今天158.5 光是这样一趟的价差 已经达到28.9% 将近三成 那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他的一个表现 能够这么的一个犀利 就是因为符合大胸跟他说的嘛 库存 领先落底 营运可望重返成成长轨道 当然今天大涨上来 我没有叫你去追 重点是当机会来临那个时候 你第一时间 你就要懂得跟上大胸的一个脚步 再来你可以看到 面板驱动IC的连勇也是一样 也是大胸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你看连勇这一波怎么样的一个 一路大涨上来 从200多块一路大涨 现在来到盘中最高来到357.5% 你人生你只要掌握到 这样一趟的一个股票 就算你没有买在低点 你买在11月4号 248 250几都OK 或是310 到今天为止你通通都是开心赚的 通通都是开心赚的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 他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犀利 原因就是因为库存的一个调整嘛 优于预期嘛 那么预期随着一个库存 可望恢复的健康损位 那么第二季整个的一个出货 在监视器的一个部分出货 可望回升 而且包括这个电视的面板 去年第一季开始有极丹的一个涌现 那这些对于整个的一个 今年的运营都渴望带来正面的一个激励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大涨上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被动圆圈的一个龙头国具 你看这波为什么 这波怎么样的一个上涨 同样的也是因为 整个的一个库存调整有成 包括美系外市也表示 整个MLCC的库存来到正常的一个两到四周 虽然通路上的一个库存还能有三到四个月 但是预期第一季 末就渴望正常化 所以只要中滩的一个需求护输 那客户恢复的一个拉货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整个云运就渴望带动云运的一个回升 当然股价一定会领先市场做反应 它不会等到说 我的一个云运获利好起来的时候 股价才开始大涨上来 它一定是领先的人 领先的人先知先学者 一定是事先看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常说你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你要懂得怎么样 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一个股票 能够接续大涨上来 比如说 毕业功率放拉去的一个文贸 库存调整接近尾声 你看第二季营运可望重返成长轨道 你看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从低点到现在 今天涨停板 股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弧度 都高达将近六成 那么甚至包括铜箔基板的一个 的一个台药也是一样 从低档39块1.5 光是今天 再创62.2的一个新高 这样反弹也都将近快六成 你可以发现 这波很多的股票 现在他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让 反弹的一个幅度都 都非常的一个惊人 甚至铜箔的一个上游涨的一个进去也是一样 你看股价已经站上的一个让的一个年限之上 也是同样库存去化提前落底 今年营运可望重返成长轨道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为什么能够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接续的一个大涨上来 同样的板卡厂的一个技嘉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是不是可以来留意 尤其在显卡库存回归健康水位 新品NVIDIA AMD新品齐发 伺服器的一个成长年轻度已经看到的一个明年 比电的一个机器相对低 今年营运可望重返成长轨道 更漂亮的是 底部打了三重底 打底完成 低档量增 一底比一底高 那么像这样 在多方掌控的一个个股是不是可以值得来留意的 这次大涨在元旦假期前送给大家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股票能够表现这么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强势 再来包括的一个ABF的一个债版的一个新兴 尤其你手上有新兴南店的一个投资朋友 或是请说你更要懂得来找大涨 你可以看到新兴我怎么带会没有来掌握的 从10月17号113一路赚到168.5 高党加码当开清获利换口袋都有信息回征 卖掉之后拉回来从12月29号119开始带会MP 再低档买回来 你可以看到今天新兴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很多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很多的一个专家 手上没有新兴货在板 看到新兴南店的一个大涨 哇又又又又在那边 又在那边 哇又在那边装鬼来吓你 我觉得这个对你完全没有帮助嘛 对吧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嘛 你看我这一次从119在地间买回来买的漂亮 买进之后甚至上礼拜五的时候新兴会员朋友同步操作 今天的一个新兴今天大涨来到120几点 光是这样又再转一趟 再转一趟 9趟全胜累计这个价差已经超过一倍 已经超过一倍你没有听错 100万让你可以开心赚进100万 200万让你可以开心赚进200万 只要你懂得跟对的一个赢家的一个脚步 那么重点来今天大涨上来后市会怎么走 你怎么样来做掌握 当然现在这个月线还在下滑嘛 所以明天后天如果说有再冲高上去 月线还没有扭转上来之前一定还会做震荡 还会做震荡就是要懂得高出低进夹杂操作 但是一旦月线扭转上来的时候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后市 又必将又有一波精彩好戏可情 其实看法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 因为第一季的一个库存 尤其在消费性 第一季渴望落底 整个第二季的一个营运渴渴渴渴 在ABF的一个赛板的一个产能 仍然持续维持得满载 所以这个部分又渴望带动公司的一个 第二季跟是下半年营运的一个 的一个重管的一个成长 包括的南京也是一样 六七趟全胜 你看哦上礼拜五 买的票不要量224 为什么杀下来很多人担心 害怕不敢买 从226224为什么敢买 我敢再买回来 你看我从第一趟 我从之前从186 待会面有开始锁定 一路断到314.5 那么这一次避开这一波的一个 下山的一个拉回 我从226224在地间买回来 今天来到多少236 七趟全胜 累计那个价差达到98 又将近一倍 又将近一倍 我想这些你都看得到嘛 那么今天到早上来 当然上档还有月线的一个 月线还在形成盖头反压嘛 再冲上去的时候 当然难免会震荡 没有叫你去追高 重点是如果有拉回什么地方 可以留意 可以来掌握 你不知道要怎么掌握 你真的要来找大师兄 再来包括的一个资源也是一样 五趟全胜 你看我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149买得不漂亮 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 写得很清楚 从10月20号124一路 转到182 高档全数开心 震荡放口袋 今天这次的一个拉回 从149 再度提借买回来 你看今天来到多少 今天来到161 今天已经突破赚上的一个月线了 突破赚上月线之后 通常啊 他往上冲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还会做震荡 只是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来做掌握而已 包括这个爱卜也是一样 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爱卜 待会面有所操作的一个爱卜 你看单趟的一个加差52% 高档开心震荡放口袋之后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171开始 再度的一个地坚买回来 你看今天爱卜来到多少 189.5 189.5 真的是恭喜大家 上礼拜五突破赚上月线 今天持续的一个往上的一个走高 那么明天预计我可以告诉你 明天如果再走高一定会震荡 一定会震荡 重点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那么甚至包括二集体的一个台办 也是一样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之前我们从74块半一路带会员朋友 一路赚到99块 把高档开心震荡放口袋之后 那么这一波回撤的一个72块 32月29号回撤支撑 有所再度的一个站上的一个涨 时日线月线跟季线之上 尤其随着一个整个这个车用 跟公控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提升 包括这个车用的一个MOTIVIT 这个逐步的一个放量 以及在未来 他也打入了德国车用一线的一个零件的一个大厂 另外一个欧系的一个车用零件 跟日系的一个大厂 最快也在今年渴望通过烂证 那这些都渴望带动的一个台办 他的一个云运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云运的一个品级态来 持续的一个回温的一个上涨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具有成长潜力的一个股票 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带会员朋友 来持续锁定的一个机会 俗话说啊 南盘建筑高手啊 标股找贵人 相信大胸 就是你的一个贵人 与其你浪费时间在寻找 不如直接给你最好 如果你想要在年前赚取大红包 赶快来找大胸 大胸帮你来实现 所以你想要保护了一个投资朋友 来 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入标股新年定来 德国特留给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大胸拿出最大的一个诚意 好运年花55688 待你一路花 台股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你不必想太多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要赶紧跟上我们脚步 一起来掌握年前的一个大红包 还有年后的一个大财户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今天只要加入标股新年定来 德国特留给 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们汇齐一律从农历年后 开红盘才起算 只收一个月 服务一整年 这个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这个电话 赶紧把它拨通 或是直接在线上填写好的一个表单 那我们线上的一个理尊员都会跟你来取得联系的动作 然后凡事成为我们好朋友 加入我们这里 大兄给大家三大保证 第一个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第二个保证一定有停利停顺点 第三个保证持股集中 绝不神灯大娘 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今天看大兄的一个节目都是连续剧 我不会像其他的专家一样 每天跟你跳针跳针跳针 每天告诉你17档的一个股票 今天哪一档股票没有涨 一下子又不见了 又换另外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兄就是这么时代 我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实在的一个分析 扎实的获利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 你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理尊人员来取得联系的一个动作 并且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师兄在加码 到底有多大的惊喜 打电话进来就知道 0223219933 022309933 我们明天同一期见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